看看新闻吧 这两天在优酷网上点击率过万的这么一条广告视频 名字是追气球的熊孩子 里头讲述的是天王爱好者尼古拉斯和他的小伙伴异想天开 通过热气球将照相机放到太空拍摄地球的故事 这个少年追梦的故事一经这个视频网站的传播 立马就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但是今天有一则叫少年不可期的微信 却把这个视频推向了尴尬的境地 这个微信出自一名19岁少年Niko之手 他在文中控诉优酷的这个视频 抄袭了自己的创意 这位自称Niko Edwards的19岁少年 在文中回顾了事件经过 今年9月8号 Niko和好友把一起创意策划的作品 追气球的熊孩子放到网上 我一直想说可以就是拍一下地球的样子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就问我的朋友说要不要一起参与 随后一个自称是优酷制作团队的视频制作方 主动联系要求合作拍摄一部创意视频 首先他是通过那个微博方面跟我们私信 然后进一步联系的话是通过邮箱联系 然后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将那个拍摄地球 那件事情发布在网上 所以也引起了一点关注 所以他们也想说用我们这个故事 帮我们拍一个记录短片 自称是优酷制片人的王某给Niko团队发邮件称 这支与社交软件默默合作的创意广告将在优酷网和电视媒体播放 王某承诺 短片由Niko团队出演 并将给予他们劳务报酬 王某还通过邮件向Niko打听了许多拍摄太空地球照的操作细节 他是以预算的一个方式来问我们 问及说我们一些需要要用到的东西 他就是以预算的名义 因为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理解是他们可以去有一个预算成本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 我们是在确定合作的前提下 我们才会跟他这样子讲 我们把所需要的是被跟他讲了之后 他在那个广告里面有一个镜头 就是以对话框的形式出现的 那些就是我们告诉他们一些细节 不过Niko方面迟迟没有接到拍摄通知 一个月后王某以资金理由告诉Niko说 视频制作计划泡汤了 但令Niko吃惊的是 11月27号一个名为追气球的熊孩子的默默广告 被放上了优酷网 至今点击量已超过了150万 上海电视台编辑报道